就是國會要發揮他的職權 國會其實在國民主權 大家都知道真正反映民意的 絕對不是總統的一個行政首長 是各地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形成的國會 才是真正國民主權的體現 總統只是為了維持一個國家元首 或某種依法行政的一個 這個政府的一部分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很清楚看到 因為資訊的不對稱 就不可能有正常的民主 資訊的取得這麼困難 我們的政府官員 他壟斷了資訊 他甚至給你假資訊 可是如果我們制度上不能夠保障我們人民有資訊 立法人連資訊也沒有 那台灣的民主是殘缺的民主 是不成熟的民主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第一個 整個所有資訊就是 這是廣義的調查權 第一個就是我們立委對政府的質詢 我要告訴你 十分鐘的質詢 他只要在那邊做木頭人 只要被你罵幾句 事後什麼都沒有發生 這個質詢並沒有辦法產生法律上的約束力 他如果隱匿 他如果隱匿 我們也可以啊 來就是 就是針對這個私職啊 我們可以要求他要負責任 他如果說謊 那更有在國會這個殿堂上 為不實的證詞啊 或這個虛偽的證據 要負刑法上的責任 要負政治上的責任 這個質詢權也是很重要 第二個呢 就是所謂的調閱權 我們要能夠調閱文件 那拿給你一些 說難聽一點齁 你Google上網就可以拿到的資料 那誰有這麼多時間 也不能派專家代表 代表我們去做閱卷 這都在刻意的隱匿 那麼除了質詢調閱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公聽會的制度啊 我想在民主國家 那是多麼神聖的 只要你說謊喔 那政府官員 可能都要下台的 那人民也有義務啊 所以我們這個法案裡面就是提到 不只對政府官員 對人民 對於社團 對於法人啊 你也有善盡公民義務 的這樣的責任 如果 他為不實的證詞 或他拒絕來 應該 可以罰責嘛 至少 行政法上的 我們的這個 罰緣 罰款這個 十萬塊 以下 那如果他引力或虚偽的證詞 要負有刑法上的責任 就是 就是 這一個一年以下 可以 給一顆罰金 一百萬 這些配套 我想法員都很清楚 現在就是要來落實 那麼 這些情形 我們立法院如果再不做 就是立法怠惰 大法官也解釋了 法員都有了 應該要公佈啊 所有反對強化我們立法院調查權 的一些立委 讓社會知道 為什麼你把自我閹割掉 有一種 是是而非之論 我簡單講一下 所以立法委的水準不好 怕黑金 怕我們去關說 不能給我們調查權 現在的立委是台灣的精英啊 你只要有國會轉播 每個人都很優秀啊 因為一對一的選舉啊 你要過半數耶 我相信 讓資訊更大的透明 就能夠讓立委們齁 他呢 能夠 發揮人性善的一面 齁 來呢 提升自己 這個也是啊 不要倒果為因 齁 那麼 以上 我想就是 這個國會品質的提升 是全民的責任 我們立法院不能夠自我矮化 把自己最寶貴的人民 視於我們的 這樣一個立法權 讓它被自我閹割掉 所以 盡情齁 大家來一起努力啦 也讓台灣的民主 可以邁向第三波的審議式民主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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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